接下來是一個重點 叫做氣團跟封面 第一個先介紹叫做氣團 什麼叫氣團 氣團就是一大團 有一大坨的空氣 基本上這一坨的空氣 溫度、濕度、密度都差不多的這一坨 這一大缸子就叫做所謂的氣團 所以氣團上就是一大塊 溫度、濕度、密度差不多的空氣 叫做所謂的氣團 然後它的一千公里 水瓶如果一千公里 溫度只差十幾度 所以幾乎都一樣 溫度變化非常小 然後水瓶可以數百到上千 垂直可以幾公里到十幾公里 我們國中程度通常都沒有管垂直 只管水瓶 只管水瓶 我們只看到水瓶 我們沒有管垂直 看完就算了 做的就是它進大坨 一大坨 一大坨 OK 那麼它要在這個地方 停留了夠久的時間 有足夠的熱交換 它才會使它的溫度、濕度、密度都差不多大 然後這個地方也必須要比較單量 不能夠一下有高篩、一下有深谷 那個空氣一下上、一下降 就變化熱很多 本來就要在這個地方長時間的停留 所以要有廣大的區域、廣跨的海洋、廣大的沙漠 什麼之類的 這叫做氣團原地 氣團開始產生的地方叫做氣團原地 然後想過要停留時間夠久 它才有足夠的熱交換 它才會差不多差不多都一樣 停留時間那麼多 所以這樣是一個氣團形成的條件 了解一下 知道就可以了 然後因此你就可以猜出來 氣團是高壓還是低壓 胎壓很穩定 沒有太大的變化 都差不多、差不多 雖然在高下、低氣壓 高壓 應該是高壓 上次有一個大哥寫說 什麼什麼地方的氣團是屬於低氣壓 大家都對他掛的問號、存疑 就算是 那也是絕無僅有的 例外 不要理他 反正我們就是高氣壓 他才會穩定 因為低氣壓就怎麼樣 就會下雨啊 幹嘛幹嘛 就不會那麼穩定嘛 所以氣團都是高氣壓 氣團都是高壓 OK 好 那這個變性氣團 現在氣氧距離已經很少這樣爆 以前他很喜歡爆某某變性氣團 就是我的氣團在這裡 我現在在這裡 有這樣的溫度、有這樣的濕度、有這種狀況 在我移動以後 我碰到別的東西、別的地方 我又開始性質發生一些改變 就叫做所謂的變性氣團 他現在就像是從高壓出海 意思差不多、意思差不多 好 變性氣團 比如說我本來 在溫度比較高 一樣冷 我移到低溫度 我的溫度會增加 我溫度會增加 然後呢 到了海面的以後 濕度會提高 濕度會提高 所以這叫做變性氣團 這個名詞講過的 現在氣氧距離很少這樣爆 你就聽過就算了 聽過就算了 OK 他以前很喜歡這樣爆 可是現在已經很少這樣講 我知道就好 那這個地理有教過 不過好像地理只教一個 地理老師只教一個 有兩個氣團影響台灣 地理至少教過一個哪一個 地理老師至少教過一個 台風 台風 台風不是氣團 台風跟氣團沒關係 好 蒙古大陸氣團 又叫做蒙古冷氣團 蒙古冷高壓 在哪裡 蒙古 外蒙那邊 蒙古外蒙那邊 然後呢 尾部比較怎樣 高 好 在陸地所以比較怎樣 乾 所以呢 它是一個比較乾燥 溫度地 它是一個寒冷乾燥的氣團 它是冷將軍 它喜歡冬天 它喜歡冬天 它冬天的勢力大 蒙古大陸氣團 另外一個叫做 太平洋海洋氣團 又叫做太平洋暖高壓 太平洋暖氣團 太平洋暖高壓 海上 所以比較怎樣 潮濕 水度比較低 所以怎樣 比較溫暖 所以呢 它反而在太平洋 它是一個溫暖潮濕的氣團 它是一個暖將軍 它喜歡 夏天 它喜歡 它喜歡夏天 所以這兩個氣團 就影響著台灣 等一下全部學過以後 你就要曉得一件事情 這兩個氣團 如何影響台灣的天氣 在這個季節 哪一個氣團的勢力比較大 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 就是你要學會的事情 就是你未來就要學會 這兩個氣團 如何影響台灣的天氣 這個季節 哪個氣團勢力大 然後發生什麼影響 就是我們要學會的內容 OK 兩個影響台灣的氣團 蒙古大陸氣團 跟太平洋海洋氣團 等一下我們就要講 這兩個氣團的影響